转转盘写新歌啦 我一定要当最聪明的宝宝 我转 怎么会是傻瓜 我不要当傻瓜 下去吧你 小雪 干你啦 好紧张啊 我转 太好了 我转到了聪明 我滑 干我了干我啦 我要当最可爱的宝宝 怎么是成熟呢 反正聪明傻瓜好吧 我滑 我转 太好了 是可爱 我小妹是同花玩过 最可爱的宝宝啦 大宝爸 你觉不觉得 大宝这孩子 长得有点不对劲 是啊 这孩子才六岁 怎么长得比我还成熟 爸爸 大宝要抱抱 大宝快 让爸爸抱 爸爸 抱抱 我的腰啊 大宝 快下去 我不要当成熟的孩子啦 我的宝贝女儿真是太可爱啊 让爸爸也亲一口 让阿姨也亲一口 真是太可爱啦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要亲一口 哎呀 好烦啊 姐姐大人怎么老是亲我呢 看来 太可爱又不是很好吗 也不知道 小贝怎么样了 我要吃饭饭吃饭饭 好 好玩好玩 小贝 给我住手 妈妈酥 为什么我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这么不一样呢 语文一百分 数学一百分 英语一百分 我在 我居然考了一百分 爸爸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次我也考了一百分 大宝兄妹 我说的一百分不是你们 是小雪三门科目 都是一百分 那这次的第一名又是我喽 小贝 你这次又是零分 零分零分 我喜欢零分 气死我了 小贝 你 你给我出去 我不要当下课 这是做梦 吓死我了 三个人 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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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游戏不过关 不下课 抱谈游戏 重新开始 我们想要课 八个人 五个人 六个人 五个人 又错了 游戏不过关 不下课 等一下老师 这次我们是对的 我们和兄妹抱在一起 就是六 那你们为什么 四个人抱在一起 小贝大宝 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小贝大宝 我想着我们三个抱在一起也是六 所以我就和你们抱一起了 熊妹是五 大宝是三 小贝是二 我是一 五加一等于六 三加二加一等于六 老师我们都是对的 我们没错 你们就是错了 我只要一个答案 你们给我两个答案也是错 是的 要是游戏老不同关 你们就一直不能下课了 你们要加油了 老师我们饿了 能不能吃点东西再开始 可以 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寿司 给大家分享 小雪 这是你的 谢谢大宝 小贝 这是你的 谢谢你大宝 熊妹 这是你的 谢谢你大宝 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披萨 给大家分享 大宝 这是你的 谢谢你熊妹 小贝姐姐 这是你的 谢谢你熊妹 小雪姐姐 这是你的 谢谢你熊妹 这是我们妈妈给我们带的 熊妹大宝给你们一人一个 谢谢你小贝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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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玩游戏 五个人 你们都别过来 三个人 小贝姐姐 我们俩 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 熊妹大宝你们也来 十一个人 正好十一个人 最后一题 答对了你们就下课 太搞了 老师你说吧 四个人 四个人 可是我们没有四啊 怎么办 是啊 这个怎么办 小朋友们 你们快替我们先生办法吧 我们这次一定要答对 我叫作业 我也叫作业 我也 吃饱了 我的作业去哪儿了 我明明放进课桌里了 大宝 我看你是又没写作业吧 把你抄作业一百遍 不要啊 好饿啊 我吃便当 我吃面包 我吃汉堡 我的汉堡怎么不见了 到底是谁一直拿走我课桌里的东西 奇怪 我放在课桌里的作业怎么又不见了 大宝 其实你的作业是我吃掉了 因为我讨厌你 什么 为什么 我跳 我跳 大宝 你怎么能站在桌子上跳舞呢 我站不下来呢 这样多好玩啊 我的身上好疼啊 吃饭了 我吃汉堡 我吃米饭 我吃面条 大宝 你怎么把桌子弄得这么早啊 快参参吧 哎呀急什么 大宝把我弄得这么糟 竟然还不把我擦干净 放学了 我先回家喽 明天再打扫吧 大宝真是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想办法惩罚他 我要把他放进课桌里的作业和零食全都吃掉 我吃 我吃 原来是这样啊 大宝 你还是快给你的课桌道歉吧 什么 我才不要呢 我的桌子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既然这张桌子不是我的话 我就再换一张桌子用 大宝 你做错了时间还不知悔改 别 大宝 你也体验一下成为桌子的感觉吧 不要 小雪 你快找精灵仙子帮帮我 大宝 我爱惜客桌确实是你做错了 等你这十条错误 我再找精灵仙子帮你吧 不要 小雪 我贴 小雪 这把东西贴在我脸上 好疼 关机 粉条的餐厅可这里 小雪怎么用这么多玩具了 好疼 上次看到大宝在桌子上跳舞 哎呀谢谢 好疼 我知道做了 我应该爱惜客桌 小雪 快找精灵仙子帮我变回来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帮大宝呢 你们去告诉我吧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你 我讨厌你 你不再是我的女儿了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你了 那我们天使也不照顾你了 你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为什么大家都讨厌我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爱哭 性格内想一点也不活泼 和你相处太累了 我 我就是这样了 别哭了小雪 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小恶魔 就让我来做你的朋友吧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可是我爱哭性格内想一点也不活泼 没关系 做你自己就好 好 那我和你做朋友 不可以小雪 你不可以和小恶魔做朋友 他是不好的 撤 你和他做了朋友 小伙伴们也会不喜欢你的 真的吗 小伙伴们 我和小恶魔做了朋友 你们真的会不喜欢我吗 如果会 你们就发送111告诉我 如果不会 就发送222告诉我 小雪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你就说 你想不想和我做朋友 我想 好 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会带给你快乐的 我不能来游乐园玩 我要回家看书 书什么时候都能看 游乐园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玩的 和我一起玩玩 我们回家看书 那好 下雨了 我不能出去 鞋子会脏 摔倒了我会哭 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 鞋子脏了洗干净就好 摔倒了爬起来就好 那好吧 小雪 你妈妈今天肯定又不来接你 你等会儿肯定会哭鼻子了 小雪是个爱哭鬼 我不会哭鼻子的 妈妈不来接我没关系 我可以自己走回家 大家快堵住耳朵 小雪肯定又该哭了 摔倒了没关系 爬起来就好 什么 小雪竟然没哭 小雪最近变化好多啊 是小恶魔教会了我勇敢 我以后不会随便哭鼻子了 小雪对不起 我们之前不该那么说你 没关系 我现在不在意别人说我什么 我现在很勇敢 我喜欢你现在的性格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不可以 因为你伤害过我 所以我不想和你做朋友了 可是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跟你哼哼 你该接受的 我是为了你哼 随便你怎么想 可是我就是不想 我开心就哼 你这样是不对的 小伙伴们 你们说是不是 妈妈们 快选出哪张试卷 是你们自己孩子的 我在大宝根本就没及格过 所以三十分试卷一定是我在大宝的 我家小雪一直都是一百分 那这张一百分试卷 一定就是我们家小雪的了 我家小贝不可能考八十分 这三十分应该是我家小贝的才对 大家全部回答错误 怎么可能 这张三十分试卷一定是小贝的 小贝 别一直玩游戏了 马上就要进入考试了 妈妈 我知道 我没有一直玩游戏 我这是学习的 什么啊 你这明明就是在玩游戏 还不承认 你这孩子 怎么可能会错 难道我家小雪不是一百分吗 妈妈 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 就是 这八十分试卷是我的 这一百分试卷是我的 什么 三十分试卷是我的 怎么可能小雪 大宝 一定是你偷偷改分数了 不然怎么可能考八十分 我没有 妈妈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大宝 放学了快回家吧 老师 你先回去吧 我再学一会就回去 那好吧 大宝 你又去哪里玩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没有妈妈 好了别说了 先来吃饭吧 我这是努力学习才考的八十分 妈妈你还不相信我 原来是这样 妈妈错了大宝 那小贝怎么可能会考一百分 这根本不可能 小贝明明都是在玩游戏 妈妈我都说了 我那是在学习你还不信 学习怎么这么难啊 怎么了小贝 是呢我想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 可是这些题目实在是太无聊了 要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学习变得有趣一点就好了 有趣一点 我知道了 给你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学习手机 这里边的游戏都是学习题目 不信你看 哇塞 太高了 这下我一定可以考出好成绩了 就是这样 这一百分是我自己努力考来的 原来是这样 小雪 你说说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才考了三十分 妈妈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妈妈 我好难受呀 我好像犯伤了 我今天可以在家休息吗 不行小雪 今天你们要期末考试 你得去参加考试 那好吧 我生的兵还要考试 所以才考了三十分 对不起小雪 是妈妈错了 妈妈给你的关心不够 妈妈不应该责怪你 我也知道错了 小贝 妈妈以后一定多关心你 我也是 你们能学六妈妈吗 我们也不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们要原谅妈妈妈吗 觉得要原谅的话 就反送依依依 觉得不要原谅的话 就反送阿阿阿告诉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